哈喽 各位企业家好 我叫朱家燕 01年出生在新疆 现在就读于江西科技学院大三学生 明年毕业 我的求职岗位是销售或者主持类的工作 我更倾向于销售 因为我认为一家公司 不管它大小 不管它的规模 它都是需要一个优秀的销售员 所以我相信 我就是各位企业家正在找的那个优秀的销售员 谢谢 好 欢迎你 家燕 欢迎来到飞女莫属 我注意到二位人力资源专家老师中间做了一个男生 那是你男朋友吗 我哥 我是这位选手的哥哥 我叫朱江 我现在在天津的一个建筑 施工单位 当预算员 好 家燕 今天来飞女莫属 我想找一个销售的岗位 然后又觉得主持人也挺适合自己 是因为我就是销售和主持一起在做这样 20岁 哇 好年轻啊 你当下有什么人生梦想 想先在新疆买套房 买套房 给谁买 给哥哥买 我不管买给谁 然后先买着 然后再说 那我可以吗 这个再说吧 再说 对 为什么给自己一个这么宏大的目标啊 因为没有目标 我为什么要前进呢 哎 说得挺好的 你是学土木工程的 你为什么想干销售 就大家都觉得土木工程是搬砖的 但是女生下工地的确实很少见 所以说我觉得土木并不是很适合我 来 异象岗 一个销售一个主持 你先说说 你怎么就觉得你适合销售 我之前就是有一个销售的经历吧 就是之前在一家教育机构做那个市场专员 他们就是做市场递推的嘛 就是面对面的和不同的人交流 然后让别人留下他们的电话号 和个人的信息这种 然后那一天要了102个电话号 那你算是最多的咯 对 你比你身后的第二名多出多少啊 他们最多应该也就要个30多个吧 你怎么做到的呢 就是因为我平时会看一些书嘛 然后我自己觉得我 看什么书 销售类的 还有那些销售心理学啊 什么之类的这种 然后会抓住每一个 比如说上一个客户他拒绝我了 我会想他为什么会拒绝我 是因为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吗 或者说是因为什么 其他的点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会去想 你比较注意方法论 对 那你跟你的小伙伴比起来 你认为是态度的问题 还是技巧的问题 我觉得态度和技巧都有吧 那你占了多少 态度和技巧 我觉得我态度应该占6分左右 你在大学里还做过哪些 和销售有关的兼职呢 有没有带来相关的资料 可以让我们看一下 有 我有一个PPT 这个是我在 就是我们家是种地的嘛 我们家种苹果的 然后我这些是在朋友圈里面 宣传我们家这个特产 然后这个是我主持的现场 因为我其实做了一年多的主持了 所以我希望我这个意向的职业 就是主持和销售嘛 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啊 有一个岗位能结合销售 和主持人的两项功能 就是网络主播 你考虑吗 可以考虑 我还是想再问你一句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销售 因为我觉得 就是你当你成交某一位人 某一个客户的时候 你会很有成就感 那你们我们展示一下 你要电话号码 你会怎么去表达 比如现在这个 你要大的老师 对吧 你要找他要电话号码 你会怎么去跟他沟通 宝宝家长您好 可以免费送您的气球 这是 这是免费送的没有关系 然后会送给你的宝宝 你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们这个的话 是我们有国外的老师 专门来教这个小孩子 是英语启蒙的 第一点的话 就在旁边这栋楼的十三楼 对 然后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免费 然后您这边的话 可以填写下电话号 到时候我们会根据您的时间 来跟您预约一下您的时间 他们这些外教 都是多大年纪啊 他们都是年轻的 一些外教老师 多年轻啊 我宝宝才三岁 跟您差不多 跟我差不多 我55 我老来得子 您要跟我差不多的话 你跟我的孩子 还是有年龄差距 但是您看着年轻 你看着好像就跟二三十岁一样 行 我填了 咱就去吧 好 我觉得考察到这就行了 其实我认为销售这件事 这个工种 我认为它是需要有一定天分的 这个女孩身上就有好多天分的 适合做销售的 第一个 就是她的外表 爱微笑啊 就是这种亲和力 第二点呢 就是她头脑灵活 大家能感觉出来啊 第三点呢 就是她有很强烈的欲望 这点我觉得销售里边最重要 就是我觉得你还是有问题 就是你首先要搞清楚 这个客户 她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她有没有孩子 她孩子多少大 你连问都没有问 你一定要拿你的产品去搞清楚 你的客户 她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徐晓老师这个绝对是强人所难 有点挑小姑娘毛病了 我认为在刚才当中 从她一开始上来讲话 做销售 首先要自信 眼神要给人可信度 这个姑娘从上场落落大方 特别给人一种信赖感 她走进你的时候具有攻击性 但又格外的得体 这个就是做销售最基本的一些礼仪礼貌 来 我问一下朱江 你觉得你妹妹适合干销售吗 我觉得没有别的行业更适合她 因为从小她与人交流的能力都很强 因为街坊邻里平时串门 或者过年拜年什么的 她都会夸我妹会讲话 然后嘴特别甜 她之前在一个超市里面 卖过那种果皮 奶皮 奶皮 会经常回家分享 她分享就是会说 她今天战绩特别厉害 成绩比她们突出很多 就那样子 就会跟我们 类似于炫耀那种 对 朱江 你们家里条件怎么样 还行嘛 就是不缺织不缺穿 就可以过得去那种 佳燕你为什么哭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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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这就是一个女生 就是有担当的女生 她想为家里做的第一个小贡献 而且当这个事情成为目标的时候 她内心就是特别有力量 其实这是一种精神动力 就是我们的努力 我们的奋斗为了什么呢 首先是为了让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亲人过得更好一点 我觉得她的这个想法 就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最真实 也是最有烟火气的一种诠释 给你鼓鼓掌吧 希望你早日实现你的这个人生目标 那个谁 那个小猪啊 你是不是一定要在上海 北京可以吗 尽量 尽量 为什么要去上海 对 我想问这个问题 想去 喜欢 比较喜欢 你喜欢她什么呢 我就记得那时候我去上海 然后我跟我一个小姐妹一起去的 当时 因为我那个小姐妹 当时去兼职了 我就拿着两个箱子 从那个天桥要下来 当时就有一个人来帮我拎行李 我就觉得这个人情 就是这个人文嘛 算是人文情怀这种也比较好 就是说在上海受到了一次帮助 就对这个城市就有好印象了 是吧 对 你来北京也会受到这样待遇 会许帮你拎行李的是个北京人呢 来 第一环节的最后 各位企业家 这样的一位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的 想做销售的二十岁的女孩 朱家燕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来 第一环节做选择 祝贺你 朱家燕 谢谢 爆灯了 谢谢